在刚刚跑完的十月一日赛事之后 我们收到一位叫阿荣的用者 他说他是职业培计计算表和职业数据库的用者 他是第三次用的 就是刚刚用了没多久 他说这一天就给他博到大赢了 因为他说这一天他买了两场 第一场和第八场 令他收了十万元 他就在电邮里买 那么多谢我们在上一个视频 提供了这些码匹给他参考和留意去刨 这两场就是第一和第八场 我想告诉你你这次命中大野 其实你不用多谢我们 因为我们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工具给你 就是计算表 还有提供了人家的用者 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个工具的实例给你 你这次命中完全是你自己的功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将阿坚叔的秘诀 和我们之前上过一路提议的 就是说集中后实 同性实例码的方法 你将他们这两样结合得非常漂亮 所以这次你帮到大赢 完全是你自己的功劳 我相信你还可以有时间重复这个动作 如果你是集中牌区计算表的用者 我可以告诉你 阿荣的方法也是值得你参考的 因为在未来的10月3号赛次 分分钟你可以用他的方法 而令到你自己命中大野 我们讲一下阿荣这一天 他说他这一天 他有一笔心水 就是第八场的美丽传承 这笔码是潘顿骑大摩的 即是top one的骑士骑大摩的码 他说为什么他喜欢这笔码呢? 全日的心水 他说因为他有去职业数据库 他就去这个资料库那里 查大摩在那个 国庆日的表现 因为国庆日 这些大摩 和我们那个 蔡神仙 他们很多大马主 这些大马主 有头有面的 在这些国庆的大日子 他们都希望这些联码师 帮他们出机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很容易 你可以用这个数据库 去查这件事 所以这位阿荣 他就怎么做呢? 他就去职业数据库 然后去资料库那里 他就第一 选择联码师 选择大摩 所有大摩的 这三具的战略在这里 第一他就看前贵 16年至17 日期那里 当然是选择10月1日 因为是国庆日 看到大摩 是有马赢和有马入Q 两个Win 两个Q 就是他有出击 而且他特别留意了 三级赛 第一 三级赛 是奖金高 而且 很多时候都是三级赛 你知道有杯 所以他就看到了 三级赛大摩又来 要撞士肥 赢马 然后他再查上一季 上一季都很容易 你就按 17-18 日期也是 10月1日 也看到大摩 在吸债赛 又是在吸债赛 有两远一轿 其中就是美丽全城 就是美丽全城 正正是上季的三级赛 是赢的 1400的 所以他特别留意到这笔马 当然 这一日 为什么他喜欢美丽全城呢 是因为他有听见苏的建议 就是看上将 然后他选择了田草 然后就选择实力 就看到美丽全城就是上一仗的 1600的实力马 而且他是赢国际一级赛 他这个国际一级赛 不是四岁那些 而且还是赢得很轻松 赢一个新位 这个是上一仗的赛事 所以他这一日 他一早有一匹深水马 就是这匹美丽全城了 接着他看了我们的视频之后 就看到第一场 他有花很多时间去刨这匹马 他说他很同意我们的观点 就是这匹马在这一场 盖制之宝 是完全凸了出来的 因为他无论跑法 方 实力 都是凸了出来的 亦都是大摩的 所以他这一日 就拿着这两匹马去买了 两匹都是大摩的 作为盖世之宝 还有那匹美丽全城 当然他说他原本都没有什么留意 多谢我们提一提他要跑这匹马 所以令到他这一日赢10万以上 他怎么买的呢 他的方法非常简单 第一场他怎么买 他的计算表那里 盖制之宝就胆了 他首先看同情 田草 一千 齐一齐 叫做第一匹 龙城胜象 对不对 好了 上三匠呢 亦都是第一部分 所以因为小马 而且上匠他程是没有的 你看到吗 上匠的他程 其他路程是没有的 所以变得很少 接着他怎么做呢 预计这样的情形 他就将我们上一季 一路一路提议的方法 就是你要看一看 同情实力马 他就做这个动作 上三匠没有 就选了全部 这里选上区至今 一七 就看到了 又多两匹 就是祭月高峰 和航天涌将 所以他这一日 这一场就拿 盖世之宝 拖了三匹 祭月高峰 航天涌将 龙城胜将 这三匹实力马 一拖三 他怎么买呢 他用这个一拖三 和第八场 他也选了一拖三 他拿着美丽全城做胆 那为什么他在你的电邮里 这么多谢我们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视频 上一个有说 这一场很有形势的三匹马 分别是哪三匹 军哥 美丽大士 和平海福盛 如果你有看上一个视频 你应该看到这一部分 这三匹马是特别有利的 而且冷漫我们叫你留意 那一匹军哥 所以他也有花时间去刨这场马 而且也有看数据库 知道排内档 根据牵涉是非常之有利的 所以他就拿着美丽全城 拖三匹 就是我们提供的三匹 就是建议要留意那三匹 美丽大士 平海福盛和军哥 那他怎么买呢 他就买了两场二穿一的Q过关 一拖三、一拖三 就是九十元 然后买两场二穿一的单T过关 一拖三单T也是三住的 也是九十元买 接着他第一场这样买 他买了九十元Q过关 九十元单T过关 就是十元住 二穿一 然后他再买第一场一拖三 三重彩和四重彩 而他将盖世之宝排第一和第二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经常说 如果你拿着Q胆的话 你就没有行福胆 你行一二就可以了 你可以省很多钱的 一拖三买三重彩 买十元 将盖世之宝行一条单式马胆 然后再将它指定第二位置的 指定位置马来买的 是八二元而已 四重彩也是十元住 所以他这一场就买了 另外买八二元三重彩 和八二元四重彩 即是十元住 结果他的一拖三 盖世之宝 航天涌将 龙城胜将 祭宇高峰 是败队回来 就中了四重彩 这全部都是同程的实力马 他这一场三重彩收了1087元 四重彩收了3400 他Q过了第一关 由于他第一场有钱收了 所以他第八场重复同一个动作 就是用美丽传承 买三重彩 排第一和第二 拖美丽大师 平海福星到军哥 也是这样 八二元三重彩 八二元四重彩 结果又是排队回来的 美丽传承跑第一 平海福星跑第二 军哥跑第三 美丽大师跑第四 他又中了三重彩和四重彩 还没完 他这一场三重彩收了五千六百四十 八二元 八二元的四重彩是收六万六千多 所以加上他 total 赢了刚好他收了十万元 那么他就在这里 那么多谢我们的视频 所叫他留意的马匹 当然都是那一句 阿荣你今次是非常之聪明地 运用了所有刚刚学到的兼叔的秘诀 对不对 然后将如果那些马很差的很强的 或者实力马很少的同情实力马少 你也都将上句或者三象之内 或者上句至今的同情实力马 考虑在里面 就是因为你把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 运用 所以你今次播到大 所以我在这里恭喜你 继续努力 继续用你自己的方法 当然多点看这个频道 如果你是投影计算表的用者 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我就建议你订阅 因为我会在这里输入很多 其他朋友的秘诀给你听 当然今次阿荣这个将坚缩的方法 就是上将做胆 实力马做胆 做拖同情实力马 那些什么秘诀 而且如果实力马 同情实力马少的双三象 可以考虑上句至今的摆入 这样结合 你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命中大赢的 所以记住 多点运用这个表 多点看这个频道 多点学下别人的秘诀 你平时的买法 是不是喜欢以小波大 但是很少命中大赢 那我可以告诉你 最关键的问题 不是你的减码能力不行 绝对不是 主要的问题 是你缺乏了职业团队专用的有效工具 就是职业团队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因为这两个工具 是可以即时帮你找出 稳健的Q弹 和稳健的配角 使你很容易是命中过关的 一个例子很明显 即使你上一次有看这个频道 有看这个视频 知道了我们 推格哪些马 即使你有那些马在手 但如果你没有这两个表 你都很难拿着波多大 但是当你有这两个表 就完全不同了 好像坚叔 好像阿荣 可以即时知道 拖哪一句 即是去计算表那里 拖那些称了出来的 同情实力马 所以他们波多大 的机会就多很多 所以你见到我们 这两个表 上季已经帮不少用者 在波多大 而且累积的彩金 已经接近千万 所以如果 你平时很喜欢以小波大的 而且还没有这两个表 我就建议你 现在不要再浪费时间 按这里 即是订阅请去以下 纳指拥有这两个表 拥有这两个表 你的成本 每个材料都说三十元 即是等于 买几份马簿 或者 一本马簿 或者几份马簿 但是 马簿和马簿的提示 是很难可以帮到你 以小波多大的 而且你看马簿 看人家的提示 你赢大钱 是很难重复的 那些要靠好彩的 但是当你有这两个表 你用的价钱都是三十元 一个赛亚 但是当你有这两个工具 你赢大钱的次数 是可以重复的 因为那个投注的策略 都是一样的 你所投注买的那类马 都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可以不断重复的 所以还没有这两个表的话 我就建议你 快点按这里 蜡烛用了这两个表 因为如果你看了这个频道 一段时间 其实你已经知道 怎样去运用了 只是你 刚刚那个赛亚 帮不到大约 可能你没有这两个表 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记住 不要再浪费时间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在未来的赛亚 帮到大约那位人士 分分钟是你 所以千万不要不相信 好了 如果你对 如何以小波大的买法 很有兴趣 想了解多些 人家怎样命中的实例 或者方法或者秘诀 而且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我就建议你按这个位置 就是订阅或者订阅 因为当有新的视频出 你就不会错过了 另外当然如果你觉得 今次的视频的内容 例如阿荣的秘诀 对你以后的买法 是有启示性的 有帮助性的 就麻烦你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所有的视频都在这里 在下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实例 OK 好了 我就在这里 预祝你 在未来的赛马日 又过到关 又过到大野 对